大片金黄油菜花田是池上冬季农田收割过后 可以看到的特色景观 池上相公所为了鼓励农友 将美景留到农历年后 并刺激旅游淡季的观光人潮 首度举办了油菜花田最佳人气票选的活动 让游客直接走进文化景观区用选票 选出最池上最美丽的油菜花田 池上冬农习惯在二期到座休耕期 撒下油菜籽作为绿菲 金黄花海成功吸引游客到池上赏花 今年相公所推出票选活动 邀请民众到池上看花海 投下神圣的一票给心中认为最美的油菜花田 之前我们已经油菜花田 那时候美股力已经有好几年了 那这次乡长为了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海农民可以饮饮 就是把绿菲种了以后 它时间久了 第二个它可以延续我们一些 池上香的各大活动 来配合这一次的寒假 所来观光人潮 也可以来欣赏一下池上不一样的风景 民众可在乡内民宿 脚踏车出租店 超商索取投票券 实际走在田里 在最美的油菜花田旁 投下自己的一票 参与投票者就有机会抽中 池上米乖乖 池上米饼 池上米可乐果等好礼 活动至2月12日止 记者陈济玲池上相报导 是 我深入的 池上米可乐果等好锐 池上米可乐果等好 池上米可乐果等好